最后一个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乳酸菌类的产品 其实因为我常胃消化不是很好 而且经常便秘 所以我不管其他任何保健品不吃都可以 但是乳酸菌我是一定有一直在坚持吃的 然后我最近吃的两种 一种是这种小包装的 这个是和刚才那个 叫一大白果冻是一个牌子的 它是一个绿茶味的乳酸菌 我喜欢吃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飞粉 就入口即溶的那种 像其实我之前还买过这样一个牌子 叫Good Morning的这个 Good Morning 我是韩式发音 韩式英语发音 照着它这边念Good Morning 这个的话颗粒就稍微偏大一点 然后吃下去就口感不是很好 但这个就是入口即化 所以我最近在吃的就是这一个 那像这种乳酸菌呢 推荐什么样的人吃呢 第一个就是 海上也很不规则的那些肠胃活动的话 然后还有就是你吃完饭经常会胃胀啊 或者是被饱腹感而感觉到不适的时候 觉得很推荐吃乳酸菌 不一定是这个产品 可以你们找一找别的乳酸菌产品吃 然后坚持每天都吃 好了 韩国人真正在吃的那一幅保健品特技 就到这里啦 我想说现在我身在韩国 所以其实我很希望给大家带来 大家想要知道的情报 会有任何好奇的 或者是想了解的 韩国相关的内容或者话题 都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告诉我 我会抽取一些 我觉得我了解的 然后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题 做下一期的节目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各位晚安 忘了忘了 对 还有希望大家也都能 拥有好皮肤 好气色 好健康 然后好好照顾自己 保护自己的身体 其实 最近因为疫情 韩国其实还挺 怎么说 挺萧条的 或者说全球都挺萧条的 我觉得像保健 养生 这个话题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 大趋势 虽然现在大家已经有一部分人很重视 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更加的重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不要再落里巴塑了 各位 안녕 다음에 봐요 拜拜